大家好,我是大雄 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来了 但是胜利日怎么看都像失败人 据俄媒报道 9000多名士兵装甲车导弹发射器和飞机参加了这场阅兵 然而钢铁洪流不见了 唯有一辆俄罗斯T-34坦克在孤零零的出场亮相 并且在这场胜利日 俄又又又威胁要使用核果器 并且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允许任何人威胁俄罗斯 所以我要说胜利日更像是失败日发出核威胁 就是失败的表现之一 据媒体报道 在胜利日阅兵之际 由上到下大喊乌拉 但听起来更像乌拉 真的 俄入侵乌克兰806天后 俄军继续乌拉的损失惨弱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统计 俄又损失1300人 还有10辆坦克 35辆装甲车 69辆军车 41枚导弹 一个防空系统等等 昨天乌克兰军队击退了俄军 在佩尔沃迈斯克北部的大规模进攻 摧毁了俄军队的三辆装甲车 据报道 在旧马悦尔湖和罗伯泰恩乌军击退了俄军16次大规模的袭击 摧毁了俄军大量人员和装备 在阿富迪布卡方向 乌克兰击退了俄军的机械化的进攻 在阿富迪布卡 据报道 一下俄罗斯苏25被击落了 在库埔扬斯克方向 俄罗斯坦克和步兵战车被摧毁 在辛巴赫木地福卡俄罗斯T80BVM被摧毁 在顿尼茨克州的内塔伊洛夫乌军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人员和设备 幸好俄罗斯上上下下从不相信乌军的信息 而只是相信俄军战无不胜的好消息 否则看到这么多惨重的损失 俄罗斯真的要哭死了 新的一天 为了给俄罗斯的胜利日庆车 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多家料查 在俄罗斯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尤罗夫卡村 一座石油库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后 发生了火灾 油库受损 在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乌军无人机飞行了1500公里 到达并击中了目标 俄军的一家列油企业造成破坏 前几天俄占领的卢干斯克石油库遭遇乌军袭击 昨天最新消息来了 当地的负责人表示 卢干斯克的油库才发生火灾 该是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出现了燃料短缺了 目前加入战的情况很危急 看吧 效果来的如此之快 证明乌军就应该狠狠的出手打击入侵者 据报道 昨晚被俄占领的马里乌布尔一处射尸 遭到乌军的战术导弹袭击 俄军抵达后造成破坏和人员损失 还有更多 更具体的损失还在统计中 看吧 这就是俄罗斯所谓的胜利日 毫无胜利的影子 由俄本土到俄占领地 处处都是损失惨重的消息 再这样下去离死不远已 大家一定还记得 前几天 俄罗斯对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发出了通缉令 骚动了全世界 也高潮了清俄媒体 结果现在呢 现在泽连斯基还好好的 更搞笑的是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昨天 俄罗斯将泽连斯基从通缉令中撤除了 还通缉几天呢 就不敢再通缉了 为啥呀 怂了呗 怕了 知道通缉泽连斯基的后果会相当严重 以下是最新的几则 援武反俄的消息 一 德国国防部长 皮斯托里斯在访问还论期间表示 德国从美国库存购买三套海马斯系统 将捐赠给乌克兰 另外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500万欧元 用于能源恢复 二 瑞典将为乌克兰国防拨款2800万欧元 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能力 三 乌克兰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工厂网络 以重振其军火工业 这些工厂已经生产弹药 克扎克装甲运营车 海王型导弹 斯图格纳批反坦克导弹 和所有类型的无人机 四 在欧洲日举行的会议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与泽连斯基做了交谈 他说 很快 自由的乌克兰将成为我们联盟的一部分 乌克兰需要支持 以保护其人民和自由 免受残酷的空袭 我确认将出席6月和平峰会 我们注意到乌克兰 在加入欧盟谈判框架方面 取得的重要进展 五 彭博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与SpaceX联合阻止俄罗斯 使用星链互联网终端 六 美国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制定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国防援助计划 他说 作为合作伙伴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军事和经济上 支持他们 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 重新站起来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未来几周将会发布更多的消息 真是一个好消息 乌克兰太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因为目前乌克兰仍处于缺乏军援的阶段 更因为乌克兰指挥官告诉经济学人 俄罗斯装备了一支五万人组成的军队 将于五月中旬进攻哈尔科夫州 俄军有准备 乌军同样有准备 在晚间讲话中 泽连斯基说 让我们看看战领者在准备什么 我们会有回应 告诉他如何行动 现在用现有的力量和手段 用现有的武器 来实现我们需要的结果 昨天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一旦从某合作伙伴那里 获得新一批武器 就可以停止俄德进攻 他说 他们现在在东部掌握了主动权 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需要阻止他们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根据我们的信息 俄罗斯人的表现并不像他们想象那么好 现在大量的援助 正在抵达或即将要抵达乌克兰 所以等待俄军的只有四个字 损失惨重 昨天 关于泽连斯基的一则视频 再次小小的震撼到了我 欧洲议会议长 梅索拉抵达了基辅 泽连斯基在与之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 俄罗斯的空袭来了 警报声响起 但泽连斯基临危不惧 他没有一丝一好的慌乱 面对空袭 他说 这就是俄罗斯对和平的真实态度 倒是俄罗斯又慌又乱 所以在欧洲会议议长访问基辅士 发动了空袭 企图扰乱乌克兰 与盟友的合作 企图打倒泽连斯基 但泽连斯基是打不倒的 他是真正的勇者 他是最坚强的战士 他在俄第一天入侵时 能够坐到顶天立地 也就能够在806天后 仍然坚强站立 他不会胆小的躲在地堡下 不敢见天日 他只会勇敢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为保家卫国而舍生忘死 让恶霸邻居的空袭也见鬼去吧 现在 基辅有百分百拦截率的 挨国者方空系统 俄罗斯的空袭 只会让世界 又一次的建设了侵略者的无耻 只会让盟友更加团结在一起 泽连斯基好样的 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 他表现的英勇无尽 所有的乌克兰战是好样的 为了守护家园 艰难战斗两年 仍继续坚持 让我们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就是与自由站在一起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熊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的朋友 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 微信赞赏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 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熊也知道 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宇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熊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